记者调雪如新竹报道,从小就失去听觉的小娟,化名,没有放弃自己,努力培养厨艺和烘焙技能,可惜起初未能发挥所长,先在工厂当作业员,后来经由竹北就业中心的协助,投入喜爱的餐饮业职场,并透过专业府具提升服务效率,工作能力深获主管的肯定。 竹北就业中心表示,现年27岁的小娟,小时候因为生病,从此待在无声世界,索性她从未放弃自己,就读台南起从学校期间选择家政科,学到不少厨艺,烘焙相关的技能,可惜毕业后类似工作不好找,她先在科技公司担任作业员,一待仅十年,后因工作时间长等因素而离职, 经由竹北就业中心的协助,小娟顺利找到把台餐饮工作,但才摸索出自己适应的方式,接种而至的厄运,让她先后历经婚姻变故,重大伤病,休养近半年时间,索性缘故竹保留了职缺,并依据其身体状况调整工作内容, 好不容易重返职场的小娟,更珍惜着得来不易的工作,并摸索出自己适应的方式,她墨迹各式饮料与餐点制作配方, 不意察觉的角落也放些小纸条实时提醒自己,从每次错误中找出改善方法, 为让小娟减轻工作环境不适应感,就服务员陈延绰特别运用职场学习及再适应计划,为其申请感应进士灯,手臂震动呼叫器与电子手携帆等辅具, 协助小娟与主管及客人沟通,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长丁玉珍表示, 竹北就业服务中心透过职场学习及再适应计划,成功推荐小娟到玉珍人本游泳学校担任把她工作, 学习期间,为她申请手艺老师协助沟通,主管也协助她申请辅具,改善其工作环境不变之处, 让小娟发挥所长,工作能力一点也不输其他人。